大家好,我是Jerry 今天來到布里斯班West End區 想介紹給大家看一些樓盤 那為什麼會介紹這區呢? 因為有很多家長朋友 都對這個名牌學區非常之有興趣 那我們事不宴遲吧 Let's go! 那先介紹一下這個區吧 West End其實是在布里斯班市中心的西南邊 大概兩公里位置在Brisbane Reef的旁邊 那West End這個名字其實是來自一個英國的定居者 想仿效倫敦的West End而命名的 那這區呢就變成今天布里斯班文化 還有美食的中心點 擁有不同國家的餐廳美食啊 還有一些很有特色的酒吧 所以呢都非常之受年輕人歡迎的 好,那這邊就是The Bailey West End 其中一個我覺得性價比特高的一個物件 這個項目呢剛剛做完拆除 那在2020年年中呢大概六七月呢 他會開始動工 在一年之後呢2021年的年中呢 就會可以交房 那地理位置的方面呢 The Bailey呢就在West End的西面 離Brisbane的市中心大概十分鐘行車距離左右 雖然這個項目呢就在West End算是比較裡面的位置 但是呢這邊離所有地方都非常之近 兩分鐘呢就可以解決到生活一般的所需 以及到這邊的Brisbane River 那住在The Bailey West End其中一個特色就是 可以隨時過來Riverside這邊呢 跑個步或是騎單車也行 那在這條路呢一直走呢 你會走到David's Park公園 每個禮拜六呢這個公園呢都有一個市場 這個市場呢主要是賣一些農產品呢 還有一些美食攤位 所以呢每個禮拜六呢都會人來人往的 那你在West End這邊住呢 基本上呢就不愁吃不到好料 那為什麼呢 因為在這邊呢每隔一兩條街都是一些餐廳啊 甚至是咖啡廳 甚至在West End的正中心位置呢 就是這邊的美食街 Foundry Street 那West End為什麼是一個名牌學區呢 就因為這邊呢 在兩公里範圍以內呢 有足足13家教育機構 這邊擁有差不多12萬個學生 其中包括3萬8個留學生 那附近的大學就有 昆士蘭大學 昆士蘭科技大學 格里菲斯大學的學院等等 那除了大學以外呢 West End這個區呢 屬於昆州排名第一的公立中學 Brisbane State High School的學區 如果學生在這個區住的話 就可以享受這個優先的取入全力 那West End這個區呢 同時距離布里斯班知名的女校 Summerfield House 還有南校 Saint Lawrence's College 也非常之近 那回到這個項目 整個案子呢 就只有七層樓高而已 一共呢 就只有25個三房單位 一層只有四個單位 所以密度非常之低 那裡面的裝潢呢 一點也不麻糊 公共空間呢 就用了10目複合地板 樓高呢 是2.7米 整個單位呢 都用了管室中央空調 廚房呢 用了40毫米的檯面 還有歐洲品牌的廚具 洗手間的瓷磚 都是從腳到天花板的 那為什麼我會說這個項目呢 性價比特高呢 因為這邊的三房單位呢 只是由69萬9起跳 跟這邊的二手房源差不多價錢 那這邊的管理費呢 只是差不多一個禮拜 大概六十幾塊而已 那如果你是買來投資的話 這個項目呢 也非常合適 因為呢 這些三房單位可以出租到澳幣 750到850一個禮拜 那現在建商呢 更提供兩年5%的租金保證 所以不用擔心之後兩年 因為肺炎 會影響到這個出租需求的問題 雖然說大樓裡面呢 只有游泳池沒有健身房 但是走不到兩分鐘 你就可以找到健身中心 而且在這個建案走一分鐘呢 就可以到達2020年 中會新落成的Monocule Market 裡面會有一家新的 烏爾超市 還有其他商店進駐 而80站192號 也會在這商場的門口位置 連接布里斯班市中心 和昆斯蘭大學 進行